聚集思想家 语心动者 我们常说阅读叫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这巨人在哪里呢 有些经典真的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们的孩子 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他又如何能够喜欢他呢 所以其实一个阅读推动教室 一个儿童图书馆 我们努力的就是 把这些经典带给我们的孩子 简单 简单 解头脑的壳 开领略之门 人文讲堂